一大早就从靠近台北市南港的这一端出发 要沿着基隆河自行车道尽倒细致 从当民意代表以来 立委省发会一直争取基隆河沿岸的自行车道 从无到有真的很不容易 现在串联起来大约十多公里 不论要往台北南港又或者是台北东湖 透过左右岸都能够衔接 尤其沿途的基隆河风光 也成了居民们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那不错啊 怎么不错啊 我沉默又收起啦 对啊 才是都去走走 有啊 走到新郊那儿去 那是不错啦 现在做得很好啊 都炒富得很清晰 我们在台北市骑自行车道都问我说 这个是不是自行车道要怎么样通往汐止 事实上中间有几个岔路 那我们常常搞不清楚 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说 一方面带着一些朋友 大家来体验汐止基隆河之美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推广 让更多的这些自行车的这些休闲族 大家能够顺着基隆河来这些汐止 同时振兴我们汐止的观光跟经济 从一开始到现在 汐止自行车道网络串联花了20年的时间 从一开始就积极争取的省发会 不论身份是议员或是立位 都没有停止争取 终于南北能够串联 随着古道风华通车可以通到基隆 所以这一天立位审发会也带着好朋友 一路从台北骑到基隆去 沿途欣赏风景 也希望有更多的自行车友能够来到细致 也看了很多从过去从无到有的一些改善 包括现在最新的 现在从南达大桥一直延伸 延伸到这个大坑溪口 那这个我们未来也要争取 大坑溪口我们直接能够做一个跨越的自行车 行人专用桥梁 直接让我们左岸跟南港的自行车道能够衔接 从内沟溪到古道风华大约13公里 大坑溪到古道风华则是大约12公里 不管往南港或是过了古道风华铁路隧道之后 从基隆能够再衔接 立委审发会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的延伸 让大台北地区自行车道更完善 从台北可以一路骑到基隆去 加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